南島文化藝術節活動舉辦相當成功 在9月15號當天 也帶領了南島語系國家的朋友 共同到唐廠裡頭的原設 來體驗製作手工藝品 現場黃建廷特別前往 與他們一起欣賞 化學在今天就即將要閉幕了 我們過去幾天的活動都非常地順利 非常地成功 不管是周傳的體驗 不管是各種大型的演出 或者到部落去交流 那今天我們特別安排 讓這些表演 國外的表演團隊 到我們的文創工坊來 那麼大家看到他們非常專注地 在學習怎麼樣製作這個 這個是玻璃珠 這個是琉璃的 這個作品 每一個都非常地專注 台東在地原住民特色的琉璃珠 以及手作物品 來自大溪地 紐西蘭 諾魯的朋友認真地欣賞 原住民傳統手作物品 以及試作琉璃珠 現場黃建廷在現場看到 由琉璃珠所製作而成的 熱氣球造型鑰匙圈 相當地驚訝 他也很高興 在地手作藝品 可以跟台東觀光結合 而原設工作人員也透露 其實也有製作衝浪造型的藝品 希望藉由製作 幫助地方產業發展 也推動觀光 大家動起來 這幾日的南島文化藝術節 帶給大家最不同的 就是南島魅力的體驗 連來自南島與西國家的朋友 也一起融入了台東當地部落 體驗不同的民族文化 以上新聞東台宣布 方安寧 盧立成的採訪報導